切燕又再来关心是有小小孩的家长现在都很关心儿童疫苗 其中辉瑞公司也宣布 他们的疫苗把6个月到5岁以下的小小孩 接种了3剂之后的保护力高达80% 而将在美国申请紧急使用授权 家长都非常关心家中小朋友还有接下来儿童疫苗的失打 因为的确不能够轻忽 台湾又新增了一名儿童脑炎死亡的个案 这一名小朋友他发烧出现了头晕还有呕吐的症状 今年10岁隔天送到了急诊快筛阳性 高烧发烧到了40.1度 而且电脑断层显示有脑水肿的状况 还有小朋友说出现了幻觉跟医生说看到了妖怪 最后脑炎合并了多重细胞衰竭而身亡 对此指约中心也表示 接下来会提供更多的绿色通道还有儿童ICU 来提供给小朋友最好的照顾 不过其实目前在医院里面的状况看起来也非常的多 我们就独家了解到有一名居家照护的确诊病患 他因为病情突然恶化 紧急到医院的急诊来就医 不过他也直接说等待的过程当中 有确诊者是在随地吐痰的 还有把用过的卫生纸随处乱扔 此外还有人自备了椅子 当场脱口罩在吃东西 苏一峰他也分享了说门诊来了一位案例 是一位30岁的男子 他染疫情是可以跑完全马的跑者 不过症状痊愈之后的一个月 他说怎么只要爬到三楼就会开始喘 让他急着来就医狂问说 到底怎么了很担心自己的身体状况 而对此苏一峰也表示 这个就是长新冠的心肺后遗症 所以一名患者他没有明显的肺部 纤运化的状况 不过还是有很多检查还在等待结果出炉 另外目前台湾已只有6名的幼童 感染了Omicron而身亡 还有5个人死于猛爆性的脑炎 医师谢中学他也分享来指出 新冠肺炎造成的猛爆性急性脑炎 根本是没有空窗期的 可能只需要短短几个钟头 就可以破坏了脑部 造成了严重的脑水肿 所以他也特别提醒家长 随时评估孩子的精神还有意识状态 另外有一名物流公司的快递员 在同事陆续确诊之后 他自己的染疫还传染给了女朋友 可以看到快筛阳性 不过他说隔离7天之后 快筛一侧也还是两条线是阳性 因此他想要再跟公司请假隔离 不过公司却拒绝他的请假 但周明快递认为 快递要接触的人实在太多了 坚持不想要害人 所以拒绝上班 而对此其实罗一军之前也曾经回应过 确诊个案经过了7天隔离 传染力其实已经大幅下降 就算外出活动 也不会对其他人造成感染的风险 再来关心就是这一位 演出台湾霹雳火而走红的艺人秦央 如今遭到网友爆料 说他记欠了700万的债务不还 而面对争议 目前为止包含了秦央和经纪人 都还没有出面回应 完全吵起他在去年就上架的影片 而汽车大厂立刻道歉之后 这名网友又被发现 原来他的文案也不是原创惹出争议